這屍體方案 喂喂喂 累人還沒完結因該先死 什麼鬼 我剛才斷網了 我刚才断网了十来秒 说实话,就这么难吗? 这次可以出个红球,再去反馈一下蝎子 但只是能活呀,不是能赢呀 纯的是纯了不少气,那个蜂子 罗贤如果不想让蜂子开出四框了,蜂子是肯定开不出来的 现在罗贤正面这个部队数量,随便来个红球或者来点金甲虫 蜂子就没辙了,或者罗贤还可以狠一点 这个时候甚至说,他转海盗加引刀都完全OK 他只要不是用这种常规病毒组合硬打物里边的勒克 他是有一万种办法让蜂子开不如四框了 这个逆境下面,这个逆境下面重租应该怎么弄才有第四次可能可以翻盘? 这是罗贤方案,就像罗贤现在这样 哈哈哈哈 又出机甲,也不转海盗引刀 就用这种常规病毒,这种龙骑士这种的分解 这已经不可能输了,五框打三框,怎么可能输啊 五框打四框 那神族是四个气,虫族只有三个气 不出不出不不,千万别出牛 这输不了了,不转甲虫也输不了了 神族现在出一对红球 就永远输不了了 现在神族主动出一对红球 你房子来了,我给你定住 那你空头下不来 你牛狗,勒克来了 我就把你牛,勒克全部变了 你什么东西最贵,我就变什么 反正我就不A你,等着你来打我 要赢了 哦,风子还有风线呢 好猛啊,但是风子这边说也没操作 哎呀,操作一下的话,这片框也是有点危险的 刚才,有两个垫兵,螺旋 复制的防守相当的缜密 这边正面,引刀有点无敌,两把引刀 哇,把螺旋都被削死了 哇,四把引刀 这个,又挡不住了 把他们挡掉 这个,链是太大了 实在是... 不要因为,我看,看的,看问题 之后,说的比较直白 你就觉得... 就觉得,这个说的不好听 就有问题 看,看星际就看星际 我们不要上升到这个局势以外的东西上面来 我说的都是局势里面的东西 就刚刚一站全死了 哇,这基地却还在 我说的,我没看到这个局面了 就是想开一片框 有多难 真是没法翻 一会儿金雅成过来可以劝退了 这个跟什么江湖辈粉,江湖地位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啊,有人说螺旋喜欢虐人 这个不算虐人吧 螺旋是暴兵在打呀 只不过就是封的抵抗得太激烈了 你也没想到,是吧 给人家胳膊都掰断了 结果人家还用腿蹬你,让你进去 螺旋以为自己可以霸王硬上弓了 但是没想到遇到的是一个贞洁烈女 对啊,这地步都扒光了 然后他居然还抵抗 没想到,没想到 没想到,没想到 大家应该都感同身受啊 疯子不是打不赢螺旋 是两人图没有经验 没有螺旋这么有经验 你换个三人图四人图 你看疯子打不打得过螺旋 因为本身两人图对虫族的运营要求更高 对,早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不管是两人图打人族也好 两人图打神族也好 都是对虫族不利的 因为虫族本身太依赖经济来提高容错率了 没有经济作为基础 他就没有容错率 没有犯错的可能 就等于说 强行增加了运营难度 疯子如果说有两人图的经验 他也不至于 所有的职业选手都退役了之后 他才出成绩啊 这个话不好听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 疯子是 PG罗贤 他们都退役了之后 才出的成绩 就是12年之后了 然后等一会把他拖出去咱们再开生意 2012年 09年就 09年10年 就已经 没有职业俱乐部了 没有职业比赛了 通知是2012年 才打出来的 好没事了吧 主要帮你拉走了 拜拜 罗贤领线 过去秒钟就可以了 睡觉了明天拿来可以看到路 路波我们会放在 又是两人图 这些图 这些图 都对罗贤很有利 不过没有我那个方便 那个好一点 可以去斗鱼上面看 去去逼站 待会疯子虐我 疯子虐我不是应该的吗 疯子以为罗贤的红球放过大熊 我放歪了 但是他看他看错了 罗贤其实是没用出来的 怪不得 所以疯子这把主要是输在那个红球上了 这把主要是输在那个红球上了 我怎么跑猪尔角上面 猪尔角还拉我这个电台 我把他拉到上面去了 他还把我给拉到上面 怎么还有什么 我这边正常 没有没有 刚才是这样的 我把猪尔角拖到歪歪的另一个频道去了 然后他把我也拖进去 我没去海盗 看你飞龙第一时间就出了 出了个红球 一对多自杀 还是超过失误 我成绩最好是哪个时代 是未来 未来时代 还没达到那个高度 永远会更好 没有最好 但罗贤一直被PGA压着 寄生PGA合生罗贤 我去PGA的时候 咱们做的第一次比赛 就是那个第一人战 然后变成金刚 PGA跟罗贤 两个人那一晚上打的 我天哪 虚拖了 那天打得很 有人哭了 真的打得哭了 真的哭了 那天PGA两条命嘛 第一个比有五螺旋赢了 然后第二个比有五 两个又打满了 我靠 这一晚上两人打十法 不是啊 不止啊 谢谢风多多1118的支持 谢谢你看我直播半年多了 反正这天 谢谢你能够看我的直播 也谢谢大家 我真的真的是那次 能够看我直播 那次真的是国内星期的一个经典战役 对对对 那次的学习分裂流 也是在那次的比赛里面出现的 对对对 这罗贤从拜者组 BU5 每次打个BU5 BU5的B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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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刘贤带着一条杰克雄四的微信 我印象深刻 然后当时我们还有很多观众画 那个星期漫画 还有星期什么 那个 星期歌 风子啊 落后一分 不敢放糟 我感觉这个态势又要吃鳖了呀 我这还有呢 我给大家看看 两人图 皮尔胖哥当时画的 不能忍的呀 两人图要拔刀才行的呀 然后这边是大师是贼闹的 然后这个是罗贤的那个围巾 哎呀真是他画出了粉色的围巾 一个引刀 这真是死人啊 然后最后是龙哥 这太猥备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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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又没这个那个当时帝王皇上 这也是他画的帝王皇 帝王皇上面那三个头像 那个时候人聚得齐 现在人都不散点 这疯子选择欧洲的两条狗开 这个一放 一开始用一个手势开局 你可不知道我办一切 在两人图上面 这个心态 感觉就要毛啊 拉散度不敢拔刀 我去罗贤你这个建筑学也太不讲究了吧 看来罗贤这个图的理解也一般 建筑学都没有研究过的 这个这个兵营 事实一过来就没了呀 不过 疯子也没有利用到这个建筑学的漏洞 直接升二本 一般都是发钱发的比较狠的 就是后边的人也有钱那种 雨露拼天行 但是少 对就是赢一盘吧 赢一盘你晋级一个名次 然后呢 奖金可能翻一倍这样的 下一个赛就是这样 全部单半 那我也支持一下 我也支持 你到时候来解说解说就支持了呀 你一来 你看今天人气多旺了 我 不是啊 我的签名照 我可以多签几张吗 确实太破费了 没事没事应该做的 为中国星际 贡献一份力量 这是我应该做的 哎我这怎么长到一张奇怪的老照片 不靠 这不是迦南吗 914 这个是杭州线下赛 2013年 4月30号 哈哈哈哈 14年吧 2014年 2014年 杭州线下赛 发我一份 我有点给大家看 现在选白赛 选出八强 八强进线下赛 那次 我 我 进了线下赛 好先看看这波 楼贤已经是游户警觉了 拉松明 给大家站口 好像是淘汰的 抬一颗进的先生 他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疯了也没跟想钻 反正这个建筑学造的 相当不怎么样 螺旋因为刚恢复 所以很多建筑学 你像我现在开始打新界 我也不知道什么建筑学 嗯 这倒是 这个建筑学 真的有点坑的 这是什么鬼呀 冰营上面做BF 这个冰营跟BF之间还可以过够 三条缝可以过够 螺旋有两点好处 一 装傻 二 装董 我说 太精辟了 是谁说到 你给我出来 我给你单挑 好吗 我来告诉你 螺旋除了会装董之外 他是真不懂 哎呦 螺旋你这个建筑学 是勾引虫竹暴狗啊 反正代表各自主族的 松子有压力啊 他一比二落后 他这一盘不容有失 他不敢去拼 相对于落后 哎 这海盗死的太关键了 但是一攻海盗 他觉得是要海盗不停的 这个海盗一死 他没有一攻的timing了 你加个钳字吧 中国钳顶尖什么 他不是在现在什么实力 这个死海盗 跟不死海盗 在一攻的极限利用上面 直接差了三个海盗的时间 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本身 六个海盗 会有一攻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五个海盗 就可以飞到成都的门口 待命 第六个海盗 出来的时候 一攻生好 这样子呢 五个提前走位的海盗船 已经拥有一攻了 他可以把一攻五个海盗的 那个杀房子 杀自杀机的时间 提升到第一秒 就有一攻开始杀房子 对不对 这是理论是理论上面 你只要你有韩国职业的 那个理解和操作 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五个海盗提前绕出去 在重足的军坦视野 极限位置待命 一攻好的时候 直接出现在重足的矿区 杀房子 杀自杀机 这是五个海盗 极限的走位的一个一攻 B数呢 打近点开杀矿 抱持蛇 会用这个技巧 如果说对手是一个 远点开杀矿 B数为了确保 自己不被提前输的 十来个自杀机撞海盗 他这五个海盗 会在家里等第六个海盗船 也就是说第六个出来 有了一攻 有了一攻 在集群出门 这种五个海盗提前出门 跟六个有了一攻出门 到重足家里的时间 直接就慢了整整一个海盗船建造的时间 四四秒 对不对 而神族的极限海盗一攻 只领先 重足四基地龙塔 四基地极限生意房 只领先110几秒的游戏时间 因为被撞了一个 你看 罗贤出来他只有五个海盗 因为他是六个海盗一攻的时候 被撞掉一个 只有五个海盗 那这个五个海盗呢 面对飞龙架自杀机 是打不过飞龙架自杀机的 他只能打过纯自杀机 打不过飞龙架自杀机 这样子呢 他在杀房子上面的这个争取 就几乎为名 你看他 接触到飞龙架自杀机 他就只能逃跑 没有办法强钢 也没有办法 做那个什么五个海盗 绕路这种极限杀房子 极限利用一攻海盗杀房子 这样子 他在一攻海盗 单机场的开局的前提下面 死了一个海盗船 就是一个极度被动的局面 极度被动的局面 你这个一攻海盗杀不到 虫子房子 就经验好一点的虫竹 就不会做防空 你看虫子 他就没有做防空塔 一边少造一个防空塔 少死四五个房子 大家算一下是多少钱 一边一个防空 就是三百五 两个防空三百五 还有两个农民采矿 少两个从 少两个从卵的农民采矿 少做两个防空 多两个农民采矿 少投资三百五十块钱 并且少死四五个房子 又是四到五百块钱 这一来一回 就差了将近一千块钱 因为你多的两个农民采矿 还可以为你增加收益 这只是死了一个海盗 对于虫竹人员 它的运营压力 它少了一千块钱的压力 大家懂这是什么概念吗 我要是这个虫竹 我至少可以多下两个基地 我这波抢完自空 我直接把四框下下去 下八基地 然后八基地一下 只爆刺蛇 什么都不要想 你如果说在两人图上面 不敢龙蛇打到底 那么你这个一方非龙场子 空的先手优势 就完全发挥不出来 又会陷入像上一盘一样 那么一个被动局面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是两人图 你不能像四人图一样打猥琐 去掌握经济优势的主动权 没有经济优势这个主动权 你就只能打进攻 你抢完一防飞龙自杀机的 自空了之后的 主动权就是逼迫神族 投资更多的气体出海盗 你甚至还可以去换它的闪电 这样子它的电在严重不足 这情况下面用纯刺蛇 钢死神族的证明 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选 你没有第二条路 但是疯子自空没抢过 因为它赤蛇暴早了 它没有下四矿 它就开始暴赤蛇了 它这个打法只能是先开四矿暴赤蛇 或者是它的龙和自杀机 一条都 一条龙都不死 来暴赤蛇 但是它两样都没有做到 第一四矿没开出来 第二龙死光了 这两样都没有达成的话 它这个暴赤蛇对于神族来说 不痛不痒 因为你只有三矿的经济在暴赤蛇 别这样啊 刚说三八八 海盗死光了 这个时候疯子有第二波飞龙的可能 因为海盗死光了 罗咸如果在边上的话 它那个表情和说话 碳气的用量啊 九百气一下变成零了 应该是出了第二波飞龙 因为飞龙是有异防的 有攻防基础 这波海盗死光 是罗咸的一个操作失误 这包海盗死了的话 还能打 因为疯子不会再长飞龙了 它长Lucker了 这次罗咸攻防慢啊 现在到现在还只有一分 是吗 这么慢 那确实有点慢 不过封的这几把就没见到攻防快过 所以无所谓 诶 转飞龙了 我靠 转飞龙了就有机会了 封的转飞龙 然后四十 刚才我一直在关注 这波海盗死了之后的 封之的用气的情况 因为它那一千七一瞬间就没有了 我就知道它转飞龙了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 作为一个选手的 一个基本判断 转飞龙 一回家 然后风子这波打过去 就是有机会打死罗咸鲜了 现在 现在罗杰等于是有预警了 他刚说这么多叉子 很难理解 他攒这么多电 他攒这么多气干嘛呢 这波农封字余了1500的钱 他还是没有开释矿 这波农其实对封字来说 还是没有起到战略性的一个主动作用 你懂我意思吗 现在他的资源 还是有三个基地的钱没有花掉的 他的前期比还是没有达到3比1 这么一个完美的前期比 之前说暴龙骑暴刺蛇 他都是契合 比赛地图的资源设定的 这就是最贵的兵 你在这种贫矿图上面 比赛图上面 能够报的最贵的兵 就是龙骑士和刺蛇 你把这些当常规兵种来报 那么你的运营就要达到极限 饱和的极限 不管是虫卵 经济 人口 科技 工房 都是要达到极限的状态 你才能够用这种兵当成阻力 它是那种打到后期越打越 有点打不过的 而疯子在5分钟之前就余了1000块钱 所以说他这个正面的刺蛇是不可能打得过神主的 神主你看挪弦的前和气是没有太多剩余的 他也没有犯一个太致命的节奏性的上的错误 那反倒是疯子 他多现操作不过来 那操作飞龙的时候地面忙不过来 运营也忙不过来 刺蛇肯定很贵啊 他会把钱气花光 你说贵不贵 报刺蛇会把钱和气都花光 你觉得贵不贵 你就跟你神主打人族机械化的时候 出纯龙旗一样很贵 懂我意思吗 你见过有几个神主打人族的机械化 两宫一方出门的时候是纯龙旗的 没有吧 因为纯龙旗会把钱和气都花光 纯刺蛇打这位批也是一个道理 会把钱和气全部花光 之前你不懂 我说了 你才懂 对吧 这就是看我直播的好处 你可以懂心机的内核的东西 那不是这些表象 如果不拉走的话 我说的都是奥义 不是招式 那么新观众是不是要点一波关注呢 你在别的星际直播间 肯定是听不到这些干货的 请观众点一波关注吧 老观众送一点礼物 鼓励一下 我说的都是黄段子 你把这个都能拼成黄段子 你这个人 你把这个都能拼成黄段子 你这个人 被打穿了呀 现在到脸是没有人能找出来 手能守住 能守住 这个部队很多 而且是两边夹击的部队 没有后续 闪地消耗完之后大步的上 龙旗士跑了就不亏 插兵 闪电电到射车了 插兵换到龙兵了 这个龙旗士跑掉 这波就很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刚才说了 龙旗士和刺蛇都是最贵的 这个时候反正 刚才那两队贼闹在 悬死光了 是非常爽的一些事情 因为他要留着也没什么大用 把人口腾出来 对 然后再一会儿再造点 哇杀了13的单位了兄弟 哇这个贼闹怎么杀这么多 三攻 拖了这么多时间 拖完之后 封一封的 先开的矿又被抄了 罗杰战斗有点快 这波部队 其实是很少的 敢出门 就是属于封的有点惯着了 这波兵 引爆的话 轻松可以曝光的 罗杰这种部队是不要轻易出门 毕竟罗杰只有三个气体 他如果龙旗士被爆一波 他也很伤 啊 现在罗杰赶紧跑路啊 好法杰波 含气量很高的 阻力部队先拉回去 保存实力 嗯 对哎呀 还是跑了这么多 哎他那个运输这里面有什么 那特场空门什么东西吗 嗯 不知道 对啊 你看这个观众 一说就懂 一点就通 疯子的SD补扫了 他出第二波龙的时候 他就应该猛刷两队龙民出来 这样子才能够合格 这个运营才合格 他第二波飞龙出来的时候 他得补两队龙民 整整24个龙民 他得运营才算合格 但是封的自己代价太大了 对了包括这么多的兵 他也没少死 这种交换就比经济了 嗯 经济的话神足就效的 打19这样打不够 谢谢义曲李双路 送了一张办卡 罗杰赶紧那部部队 不应该再跟对方做 那个第三次交战的 就那部勒克 可以跑回去 那部部队寒气量太高了 哇 封的这么好的 这么就是经济不算好吧 但是起码转蝎子能力是有的 只有他居然现在才想起来转蝎子 哎呦在前面那么大 练习时候唯一的最大的指望 就是蝎子 可能有点操作不过来了 正面怎么打 那对龙不死 闪电就不敢过半场 闪电不过半场 你扫两对刺蛇 你觉得会有压力吗 没有压力呢 全明星之夜 全明星之夜 那个疯子之夜 有点 我当时全明星之夜就一个人在龙场打 打个三个小时 那全明之夜那更累 那一晚上录好几期 对啊 我们是四季 问题是对手海盗死光了呀 他第二波龙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错过了绝佳的开释矿的机会 他第二队龙都甩了半天 释矿都没开 余了1500块钱才去开的释矿 居然是能够活着 每次走完全程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大家能看到Franda还健在 所以确实不容易 对啊 一直疲劳驾驶 这边很阴险 你看他先把金甲放下来 运点东西进去 然后再出来接这个金甲 这样的话进攻的时候 自己有金甲 然后还有一个双线的双手在 实力有限的原因 第一是缺少练习 第二是执法不科学 这两点是 缺少练习 这个是可以靠后天补了 但是你执法 你要重新用韩国最合理的执法 你就得从一级开始打 从一级开始练 就等于说你得闭关 从零开始 就是你要决定改执法 你就在你执法练好之前 所有的比赛都不参加 从一个一级的菜鸟开始打新技 我给大家说一下执法的极致 玩重组 重组顶尖韩国职业选手 你见过几个两堆飞龙一起甩的 不是两堆飞龙一起 是两堆飞龙像解冻一样 一起打一下走一下 同时走同时打 同时走同时打 这种在职业比赛当中 你们有印象吗 有第二个虫子这样子吗 真不容易 没有 但是 他在直播当中会两堆飞龙一次甩 因为KID退役了 他没有去打星期二 他选择去做星期一主播 然后呢 金鱼 KID 都是跟解冻 都是在OJ 在OJ 俱乐部的队友 在KID当主播之前 开亚也没有去打星期三 他也选择退役去打星期一 当主播 开亚也会两堆飞龙一起甩 你就是说 OJ的新一代的一线选手 他的执法都是可以两堆飞龙一起甩 但是像Sokey Zero Effort IPS 这些床族 KAM 他们为什么 不管是比赛的时候 职业实习比赛的时候 还是现在直播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两堆飞龙一起甩呢 因为他们的执法不支持 同样是 韩国顶尖职业选手 重组 就连不是重组的亥亚 他都会用两堆飞龙一起甩 就是因为他执法可以支持他这个操作 作为一个人组织选手 他可以两堆飞龙一起甩 是什么概念 我现在我们再来看两堆飞龙一起甩 有多么的恐怖 两堆飞龙 一对龙 11条混编在一起 9点伤害的飞龙 11条 集火伤害是99 而两对飞龙的集火伤害达到了198 这是零攻的飞龙 如果说是一攻的飞龙 一对11条 它的集火伤害是110 两对22条 就是220的单次伤害 而人族的防空塔 神族的炮台 都只有200点血 也就是两对飞龙一起甩 可以无视防空塔和神族炮台 还有神族的龙骑士 只有180点血 两对飞龙一起甩 无视炮台 无视防空塔 无视龙骑士 怎么概念 你停海盗 就是找死 你们明白了为什么 B数PVJ 永远都是一攻海盗开局的吗 因为在他们那个职业环境当中 当两对飞龙一起甩这个执法出现的时候 你停海盗 越等云 等于等死 就是他们比赛的那个生态环境当中 出现了一个一只老虎 你如果说停海盗 你就变成了一只羔羊 就这么残酷 你就是等死 因为你出的所有的兵对抗两对飞龙 都无效了 那是什么执法呢 解冻这三个编队的兵 一二三 他要支持他两对飞龙一起甩 他是用无名指按A 用中指按2 用十指按3 他是不按1的 因为他 人的左手 用无名指按A 你还要用中指去按1的话 用十指去按2的话 你的手要这样子弯着 然后放在键盘上面 本身手腕就有一个曲度 这样子就极度的不方便 除非你把键盘 竖起来 但是你把键盘竖起来呢 我也跟他说了 他还没回话 好像这边要我上场打疯子了 这个执法就不说了 执法有空再说 我现在要上场了 打疯子JVJ 也是对了 不 我去 这个JVJ 还是个不 赶紧叽叽 谢谢 历天 送的一张办卡 为什么就要赶紧叽叽啊 JVJ 打谁我都有机会的 好吧 我再建个毛主机 用炮台流打疯子不行的 疯子很脑道的 他会先极限追飞龙 然后八条龙 配合一对狗 你做炮台的话 他有机会会溜到你主家上面去 然后不打你 你就要两边都要防他龙和狗 这样子他家里捕农民 开山矿 出大龙 玩客这种捕炮台的 他又不是不会破解这个打法 打天梯可以用造炮台的那种打法 打路人 人家是前职业重组 天职业重组 因为这一招没什么意义的 上来先放两盘 压迫性打法 拼一拼操作 再说 你的风子第一盘 不是欧九地 就是十二地 因为四人图 他不太会九地开 他会优先出飞龙 两人图 他可能九地 先上二本 还是直接出飞龙 你的风子 他用他的职业时期 练JVJ的经验 造错了 我准备九地提速看 这样子造错了的话 我只能将错就错了 我只能裸双开了 哎呀 说话分神一下子 补了个房子 补了房子 就没办法 你要是对手开局了 只能选另一个极端 不能攻就来守 既然不能攻 那么我们就来守 很赚 很赚 公子是个欧九地 还是个十二地 没有开二矿 应该是个欧九地 欧九地先上二本的开局 我这个二矿有一点压力 没有狗 没有出狗吗 它十二地先上二本呢 十二地先上二本 十二地直接出飞龙了 这个打法有点 怎么说有点不合理 真的有点不合理 它这个打法 在我看来 我很赚 虽然说 它二本很快 嗯 嗯 它藏了四条狗 哦 很狡猾啊 它只给我看到两条狗 实际上它没有挺狗 这里没得有点尴尬啊 它是欧九地 没有哺龙面 这里没得有点尴尬 你被他这两条狗给骗了 我以为他补了两个农民呢 我以为他补了两个农民的开局 这有点偷过分了吧 火机 有点偷过分了 地宝都补补的一个啊 地宝都补补的吗 你农民要死光啊 风哥 风子哥 你可以打击击了哟 我都说你这个开局不合理的 欺负我 飞龙操作不好 但是也不能这样啊 先下一层 怎么说 他还剩两个残血都没 没钱补给吧 没钱 飞龙也不敢出门 怎么说 你这五条龙 固着两个残血农民 忽不住的呀 空子可以打击击了 怎么说 他还藏了个农民 藏了个火宝 没有用的呀 两个农民还翻盘 不给机会的 完全不给机会的 好吗 不会给机会的 这个地方 让你绝望 用来 这什么事情 这一条 我还能再说 我还能不能发动 好吗 这yas尾 正月 你进来 这个就发生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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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三 是 这 有用吗? 没有用这样 我不想补地宝的好吗? 这一版 我真的不想补地宝 这个局面还想爆狗打死我 不可能的好吗? 我这四条狗出的就是很明信 我说了这位这我打谁都有机会的 开局低点探着他 这是一个天大的优势 这位这当中防止低点飞到对手的家里 我可以数着对手的 农民或者狗来 补农民 到狗 第二呢我开局又是顽客他的开局 我从来那么多 又有二矿 他是一个 单矿生二本的打法 地盘他会 有九农民 先生二本 那么 怎么去克制他呢 12地 不生狗树 生二本 开矿 或者是 九地提树 狗绕路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占他的便宜 我们看他是不是这样开的 因为我跟他交手也 很多次了 在比赛当中 我知道他的 JVJ的一个基本理解 就类似于他的JVP的那种基本理解一样 他是有一个体系的 我这盘就不能造错 这盘造错要死人 这盘我就刻意的不让自己习惯性的补房子 这个时候就控制自己一百块钱补造房子 我这个点位有点烈死 因为这张图 出生在地图的 左边呢 这个采矿效率 下面三片水已经很低 比出生在左上角 右上角的 矿区的 下面三片水晶的采矿效率要低一点 同时对抗的话 我得钱慢就说明 就会影响我中期的运营 开局采钱 下面三片水晶会很慢 我这个第2个房子要绕一下 不让他知道我是 九龙口的 狗吃 九龙口的 农民狗吃 我不能 飞过去给他看到我是九龙口狗吃 我让他拆我是不是单矿生二本 他这个是欺骗性的 前鸭 据我对他的了解 他是会 他是会 生二本的 不会提狗树 你看 他是生的二本对吧 没有生口树对吧 把星际 你如果如果了解对手的短板 或者是他习惯性的一些选择 他就会被你针对的很惨 看到没 他有谁不服 他有谁不服 他已经崩了 他先生的二本没有钱下龙塔 然后狗又没有提数 数量又不够 比我少两条狗 他只能背货补地宝了 他先生的二本背货补地宝了 就什么概念 没有龙塔 他里面 他气都停了 这局面我比他多六条狗 我可以补农民不用造地宝 他要补农民要造地宝 还没有龙塔 你说谁输谁赢 他只是在等死 因为 开局被我 像 开图一样针对到了 就像开图一样针对到他了 这盘怎么赢 被者省事的办法就是11条一弓飞龙 直接一波操作死他 也不开二矿了 这个龙塔好呢 第一时间胜一弓 我是只出了两条 留了两条龙的虫了 我因为多补了一个房子 这样子我续到11条龙的时候 要 220秒 续到11条龙 这个一弓是266秒 也就是说我11条龙 集合 飞过去 一弓完成 然后他打鸡鸡 就是这么一个安排 然后他还要死房子 他还要做防空 因为他龙塔比我慢 他气也比我少 我们互换一个房子 但是 他没有从来报狗的 我的狗死光是没有压力的 然后呢 我比他多一条龙 我现在稍微卡了一下人口 他也 卡了一下人口 但是他卡的没有严重 因为我的 龙比他多一条多两个人口 农民比他多三个左右 多五个人口的压力 他 他现在只能选择五条龙暴自杀机 或者是六条龙暴自杀机 然后我可以选择11条龙 因为我生的是飞龙的一空 现在只需要防好他换家就行了 所以说这个飞龙 飞两边 只需要防他换家就行 正面他是不敢过来接触的 这个 是不是11条龙的时候 就会有移工 这是我完美计算的 然后这个移工过去直接把他打死 然后这个移工过去直接把他打死 因为他没有钱做防空呢 我马上就放了一下 接送 11条龙汇合 才过半场啊 这是个完美的 来美 然后呢 后续继续出动 因为我是移工的 我 我直接右键 像昌兵打飞龙羊集火就行 我不需要甩来甩去的 我有一工的优势 他甩来甩去的 他会有 浪费火力的情况 我右键一条龙 我是所有的龙都集火的 我不会 因为 把是一个半 打掉一个半血换目标 啊 是不是这波是一条移工龙过去就结束了 他开局被我针对到了第二轮 因为他两人图一直用这个理解来打比赛 他没有变化过 他一直在吃老本 有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局這局我覺得他會12D狗池開局 這局這局我還是我還是用9D開 這局我可以選擇裸雙開來跟他拼飛龍 但是我還是想要拼狗 畢竟我2比0領先 他的操作壓力比我要大 心理壓力也比我要大 我可以允許我這盤因為拼操作拼拼拼拼拼失誤了打輸 但是壓力在他那邊 我不至於因為偷個裸雙被他9D提速完克 又看運氣了會不會低一點探到他 如果說這個太局還是低一點探到他 那就太舒服了 那四人圖JVJ就是有這種很偶然的運氣成分在裡面影響 重組打重組防止低點探到那個優勢太大 因為重組重卵是固定的科技升級時是固定的 你能做的選擇也就非常少幾乎也是沒得選 你只有兩條路最多是補兵和補農民兩條路 沒有第三條路 哎呦說話狗速是慢了幾秒鐘 如果如果說是對點的話這個失誤會很很致命 我現在只能默認跑對點 他有可能在11點 但是我要默認跑對點 運氣不太好 果然在對點 他是第二個房子看到我 在拉農民或者是不拉農民 他應該會求穩拉兩個農民 我這個狗出的這麼慢嗎 為什麼會是這樣 我八條狗趕到的時候 他為什麼也是八條狗 這個狗吃超慢了嗎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 我為什麼看它們 Screen 然後 This is this lame 我自己的狗吃超慢了是什麼鬼 可是鼻子是 Large 1 2 3 3 4 2 4 6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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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卡位卡的好 这部卡位卡的好呀 五条狗直接卡死三条 诶 龙卡被换掉 可以可以 我也不可以 这半天没宰放 没钱 没召狗的钱都不够 诶 这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居然没咬死几个农民 这边要毛了 我赌它是个对点 结果它是个对 赌它是个近点 结果它是个对点 这就要毛了呀 啊 龙塔被咬掉 你看农民太多了 它农民超过七个我就很难打 这局势 那只要农民超过七个我就很难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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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 磨砆 reporter 这玩意没打好啊 这个龙塔应该下到矿后去的 没想到龙塔被他强行换掉了 龙塔的位置下的太随意了 我要是下着这个矿后 他换不掉 他这番就走远了 不会给他那么多时间补农民采矿 做防空的 因为龙塔的位置 葬送好久啊 龙塔位置跑错了 马可蛋 又很干了呀 踩27就代表他龙塔也很快 他龙塔也很快 又有二气的支持 我只能去追工房了 好烦 这么穷的经济还要去追工房 哎呦我还被他看见了 我是停的飞龙的 他这波八条龙后续自杀机可以过来打我 就看他赶不赶过来打我 如果说这八条龙后续自杀机直接飞过来打我的话 因为我要等工房 我要等工房 我要等工房 我至少要一对半的龙 甚至是两对龙 这个工房的投资才可以体限制出来 有意防 他好像迫不及待要来打我 因为他小狗看到我三级地盘 这个风筝好像没有封住 很伤啊 他这波来打我 我得死 他八条龙后续自杀机来打我的话 我这个工房的投资收不回成本 少两条龙 然后三基地的投资又少三条龙 又少了五条龙 你看我五百七画不出来 对不对 我少了五条龙 要死要死 他大概求了一下稳 不是八条龙带自杀机反打的 但是整整一对龙反打的 好局打烂了呀 这一盘主要是龙主要是龙主要是龙塔位置造的不好 我龙塔应该造到跨后去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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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赌他在近点的呀 四人图近点的可能性 比对点的可能性要高啊 四人图 他在近点有两个三分之二的可能在近点 我肯定用概率更高的一个对他有压力的打法 我裸爽遇到他久地怎么办呢 我是2比0领先 虽然说我可以被他玩课输一分 但是我想尽可能往3比0上面去打呀 这个图很远很远 说实在的 我不太想用九地提出盆 这个图太远了 他12地狗直开 完全没有压力 那么怎么去针对他呢 我裸爽开 我裸爽开 狗树都不提 直接 只出十条狗 就开始偷飞龙 或者是我也补四个农民补个地吧 只出十条狗 直接奔着八条龙 后续自家机开三矿去 也给八条龙 后续自家机三基地放到二房 反正是下山基地 火炸不消 好 第一点探到它 很nice 我的运气很好,第一点看到他 他是第二点看到我 我的运气很好,开一具玩客场 他是先生的狗树 然后我这样子,那就狗不停了,他会出到16到18条狗 那么相应我也得出到那么多狗 我只是跟他的区别在于我不生狗树 我就直接奔着4条龙去了 他补农民了,他补农民了,我就只出一对狗了 后面就不用再补狗了,他只有10到12条技术管 我补4个农民下个地宝 他补农民了,我就不用补农民了 他补农民了,我自己补农民 农民补到多少合适啊 10个农民采水晶,6个农民采气就够了 不要多补 我现在已经够了 我现在已经够了 因为虫竹要花虫来 造兵的 他补个地宝等于是少了8条狗 这要补农民来把土地宝的前面采放 哎呀,我四个农民来把土地宝的前面采放 哎呀,我四个农民来把土地宝在前面采放 八条龙出自杀机啊 因为气多钱少 我还要下山基地的 他直接掀出的自杀机 他经济很差 掀出的自杀机 为什么只有七条龙 少造了一场龙 好 这波打过去 基本上很难打下去 他要死了 我要赢了 开局被我玩客了 我这个timing比他抓的要激进 他上一盘八条龙这样子抓我 我就会死的更早 但是我现在 我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余地 我是极限的八条龙来抓他的timing 所以他就死了 因为他的开局全部被我预测到了 并且加上我运气好 防止探到他 第一点探到他 所以我可以玩客他来打 因为虫竹生科技是固定时间 虫端又是固定的数量 他做了捕农民的选择 狗的数量 我是可以算得出来的 你懂我意思吗 他先生狗数 再生二本 农他好之前 他可以抱到二十六条狗左右 但是他补了四个农民 做了一个地堡 然后又去采二七 又多补了两个农民 这样子呢 他等于是要补八个农民 补八个农民会少十六条狗 所以我十二条狗我就敢补农民 没有生狗数 他比我多一百钱一百七 生狗数就是浪费的一个投资 本身经济就比我差 然后还浪费一百块钱的钱和气 然后虫端比我少两个 然后我的狗 虽然说比他多出了六条狗左右 但是我没有造地堡 并钱的 我没有贪龙 我是八条龙坚决续续自杀机 余钱开三基地的 这样子我从来会进一步领先 他没钱下三基地 但是他很贪心 他想斩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龙 就被我直接撞死了 我只有八条龙 虽然说我龙比他少 但是我自杀机比他多一倍以上 所以这波timing 他退不可退 因为我顶在他家里打的 他龙跑 我就杀他农民 杀他房子 他龙不跑 我就杀他龙 所以一个玩客的开局 加上一个最针对的应对 谢谢九爷118送的一架飞机 还有观众送飞机的吗 谢谢武汉龙阳哥送的飞机 谢谢武汉龙阳哥和 九爷218送的飞机 谢谢两位老板 谢谢武汉龙阳哥送的飞机 谢谢武汉龙阳哥 谢谢武汉龙阳哥 两对飞龙一起甩的指法 接着说 左手无名指 按A 小拇指 按Ctrl或者是Shift 大拇指按空格切屏 或者是按大拇指 用大拇指的肩部 按H键 原地闪射 用大拇指的 接着手掌的这个对方 按空格键 这样子呢 你的食指和中指是 放直的 因为你的手腕要弯曲 不然的话你的手指 根本就没有办法左右斜 你只能是用最正常最直的一个手指放法 放食指和中指 这样子呢 也就是说解冻的两对飞龙一起甩 它的两个编队中指和食指一直切换编队的话 它是中指按2 食指按3 它不是按1和2 它是按2和3 来编飞龙的两个队 这样子呢 飞龙用鼠标的右键控制移动 大拇指的最尖端 按H键 可以原地散射 可以原地散射 可以两对飞龙散射打枪兵 打农民 如果是要集火 就是两两个编队 右键集火 不要轻易的按A 这样子你的操作难度是最低的 懂我意思吗 这两对飞龙一起甩的操作难度是最低的 只用右键集火 H键原地散射 因为你是两对飞龙的火力密度 跟一对飞龙相比 它这个散射可以瞬间秒杀6个机枪 而6个机枪还没来得及打出第二轮伤害的时候 就已经被秒杀了 你说飞龙 一条龙 临防的龙 要6个一攻击枪打三轮火力 才会秒杀一条120点血 临防的满血飞龙 你的机枪兵在第一轮火力 刚打出来的时候就被秒掉了 你说这个集火的 没有杀掉龙 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第二次的选择 有可能是另外一条龙 第二次再纠集一波枪兵来打飞龙的时候 打的是第二条 这个机火还是打不死龙 这样子两对飞龙 几乎是可以零损失的情况下面 吃掉一对一攻机枪 并且呢 矿区棉的防空是不起作用的 两对飞龙 集火 零攻的飞龙 22条 集火伤害是 196 而防空 只有200点血 就一轮上去 第二轮都不用打 他只剩四点血会烧爆 你把第二轮就打到第二个防空塔上面 比如说两对飞龙一起甩 点一个防空塔 只要旁边没有农民来修的话 只需要一炮 就炸了 根本就不需要发第二炮 就是你六个防空的 保护的防空 六个防空塔 保护的矿区 飞龙只需要集火四到五下 他就不用管了 他就可以H在原地 苗里农民 等于说一上来 20秒以内 一矿农民 全部清空 这是两对飞龙 恐怖之处 这就是完全是执法支持的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执法 两对飞龙不可能同时移动 同时攻击 一前一后的话 你就达不到这个完美的秒 龙骑秒炮台 秒 是198吗 我刚才算错了 就是最后一下是不用打的 是烧爆的 飞龙升一弓就是110吗 一对22个是220 那就伤害溢出了 你说两对飞龙一起甩 你不需要升一弓 升一防就可以了 如果有这个执法 你就可以两对飞龙升一防来打人主 秒枪兵 秒龙骑秒炮台 秒防空 你不用海盗群或者是科学球 或者是瓦格雷 这种AOE的伤害来对抗 就是一个死 之所以韩国的人族会开发111这个打法 就是因为解决的两对飞龙 这个出现了之后 其他的处理都有可能直接被甩死 你枪兵加防空塔根本就防不住 7个飞龙 秒杀一个60点血的满血 凌防的 SCV 7963 9点伤害的零攻飞龙 解冻只有一个 但是有他这个执法的 killer 是 人族选手 嗨亚 也是 他们都会两对飞龙一起甩 因为他们的执法是一样的 这是执法决定的 你不是你说你 你 打得有多熟练 你只要执法不支持 就用不出来 1111打法 就是为了克制这种 什么四条狗 风针长 直接三框三基地 开三气 最短时间成型两对龙 用龙抢甩的这种战术的 因为你前期 四条没有提速的狗 封不住正常 人家是雷车开局 你还要防他雷车骚扰 然后你的龙塔好之前 还要防隐飞 杀房子 还要造刺蛇 然后呢 你这些人家是雷车骚扰 你这些都做好了之后 你就没有钱开三框了 你就算开了三框 你农民也不敢拉过去 因为有可能会有提速雷车 强行杀你农民 这些限制条件出现了之后 这个战术两对飞龙 成型的条件就不存在了 就从根本上面 破坏了这种战术的前提 基础条件不存在 从根本上面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他的处理什么 单兵开尔矿啊 什么单矿出机器人 加瓦格雷 各种尝试 都会被这种 两对异防飞龙 甩着生活不能治理 所以说教主的111打法 他也是 因为 其他的尝试打解冻 被解冻的飞龙甩得很惨 最后 其实这个111打法是 范泰西 是SKT战队开发的 并不是教主开发的 教主只是在这个基础上面 你把它系统 细节做得更好了 其实是范泰西 最开始用这个打法 来打重组 准备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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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像你习惯用右手写字 但是 有一个左手写字的比赛 你要用左手才能够报名 如果说你的执法不适合 甩飞龙 两队飞龙一起甩 你要用这个战术 就好比你是一个用右手写字的人 逼着你用左手跟别人比赛书法一样的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共产 多么寂寞 我 谁能明白我 无敌是多么 多么寂寞 无敌是多么 多么空虚 躲在天边的他 可不可听我诉说我的寂寞 无敌的寂寞 正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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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早上六点多又得起床 最近睡得太爽了 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吧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吧 最近两个多星期都是四五点钟才下播 有点熬不住了 溜了溜了 大家晚安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我 我不会两对飞龙一起甩 因为我的执法 因为我的执法操作不了 我知道怎么甩的 但是操作不了 因为执法不是那样的执法 溜了溜了 大家晚安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明天晚上 再见 再见 affir嘅 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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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как大家一起的 你们这种苏 有的是 这种买偶像不太可�اء 像这種买偶像